那他就说他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等一下你们开那个计算资料的这个数量 然后他中间用顿号分隔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要算什么 算这个商品的名称 里面到底有几笔资料 什么叫几笔资料 像这个就有几笔呢 这个就一 那这个是多少 那他就这样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 他就填十个 我说那你每天都做这个事情 他说对 他做很久 每天都在做这个事情 那我在想说 这个如果 用VBA可以写出来 跑个回圈就解决了 对不对 那他每天都要再做一次 我就想说这个 只是因为当然 以某些层面上来说 你现阶段的工作上很多人其实不会写 程式是好像也可以被允许的 那问题我觉得如果今天老板有选择的话 一个会写VBA 一个不会写 那当然选的话 应该还是会选说 你就会写VBA 这事情就搞定了 对不对 如果会有那么基础 没关系 至少我们找会的人教一下 然后至少或者说给你一个什么东西 你至少会用 你也不要说每天都涂白链 像这个事情一样 那这个规则其实还蛮容易理解的 这规则里面是什么 因为他里面全部都用顿号分割 有没有 也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说要算他里面的几个的话 有什么方法呢 可以想想看 那当然呢 里面一定没有函数可以用 因为哪个函数可以 对 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以算上看 里面直接告诉我说 那个资料里面呢 到底有几个 应该不是几个顿号吧 应该是顿号是分割 最后他的总量应该是跟顿号差1嘛 对 所以就是先算顿号有几个 然后把它加1 可不可以 可以嘛 所以啊 那是不是就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回圈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这个回圈可能是不定数的 因为你不知道顿号有几个 所以你可能就不是用4回圈了 你可能用do file回圈了 不定数嘛 定数用4回圈 但是不定数用do file回圈 哇 那难度就更高了 所以哦 用do file回圈 那也许就先放 上次先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 后来我想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在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叫做Splitter Splitter顾名思义嘛 就是切割函数 切割什么呢 你告诉他说呢 我要把这个资料 帮我按照顿号帮我切开来 全部 所以呢 他切开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这里面有10个资料 他就切开来 变10个资料 那我如果知道10个资料的话 那我就把10这个数字 放在这边不就OK了吗 所以哦 其实主要这两行就搞定了 至于那两行怎么写哦 跟各位讲 第一个重点函数是用Splitter 但Splitter它回来的东西会是一个阵列 阵列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单一个 因为我们之前的变数都是放一个资料 对不对 那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资料 所以它是给你一个阵列 那一个阵列的话有点像刚刚那个大瓜糊一样 里面是放很多资料的 OK 所以我先演示给各位看 当然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快速完成 一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应该固定的 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是在这边在写那个Splitter之前 你可以演示一下 用那个什么 G11或者CtrlG 那特别注意 你可以用什么VBA VBA里面的一个Splitter函数 Splitter 打一个S吧 Splitter这边就有了 Splitter函数 Splitter函数的话 给它两个东西 第一个的话 你要切割的资料在哪里 切割的资料 我们是在这里 这个吧 因为这个太少了 用这个好了 它是在那个Sales 储存格 第三列的A栏 OK 然后帮我切割资料 逗点我按照什么 顿号 所以我在这边记得用 这个顿号好像是全型的 所以你这边可能要用 那个 这样 全型的 然后刮壶 特别注意 但是它切完之后的话 如果我要把它Print出来 一个问号 那如果你现在直接Print 它会出现错误 形态不符 因为它是一个正列 它没办法直接全部Print 所以你可以 在这个地方多做一个动作 后面加一个小刮壶 里面加第几个 如果第0个 它编号从0开始 如果你按Enter会抓哪个资料 因为它已经帮你切割了 它实际上就是这样切 切切 那这个的话是0 这个是1 这个是2 以此可以推 好吗 那一直编到第9 0到9 所以如果你现在抓和风的话 你Enter 有没有发现 和风就出来了 有没有 那如果你现在输入1的话呢 那是什么 金怎么赚 有没有 那我就已经什么 利用这个函数 Split切好了 那切好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算它里面有几个 把它输出就OK了 所以 这边的话呢 我第一个先建一个sub 其实程式就这样 四行而已 非常简单 好 那我们来写这个 第一个我先建一个什么 商品的比数好了 OK 然后呢 我一样先跑个回圈 所以直接 这个程式 这个有些部分是一样的 那我就直接拿这个 furnace furnace 再来的话呢 我就先在前面加一个 arr的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是一个阵列的变数 因为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切割的结果 帮我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个就不要刮糊了 因为刮糊就只要抓哪一个 意思是说 我把这个切割完的东西放在这一个 arr它就是一个阵列 ok 那这个阵列里面的话就摆这十个东西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再来就是什么 我要算它里面有几 算它里面有几个 那我用什么方法呢 丢到哪里 丢到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丢到sales的第几列 这个可能要把这边改成i 这要把它改成i 第i列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第i列的b栏 输出到b栏 那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这一个阵列里面呢 到底它什么呢 有几个 哎 有几个怎么怎么做 特别注意哦 后面这个函数叫ubund 可是你会发现有个奇妙的事情 它叫ubund b-o-u-n-d 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是有这个函数 但是它却不在这个清单里面 OK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你们再查查看 我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ubund的意思 u就是up bund的话就是说 它的编号 最后的那一个数字 就是ubund的话就是 如果正列里面 ubund就取了9 就是指的是那个 正列的最后那个编号 那如果lbund的话呢 那就是取得0 最小的那一个 l就是应该是low吧 u的话就是up 所以哦 如果你要取得9那个编号的话 那就是用ubund 那如果说你要最小的 那就是lbund 一般用ubund比较多 那我就把ar 放进来就可以了 前面不用加vba 因为vba里面找不到 ubund 那这样的话呢 回来就是9 可是我们里面有几个数 几个呢 应该有10个吧 所以这个后面应该怎样 再把它加1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这样子的话 乘4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就主要用到两个很重要的函数 一个函数叫sprit 不过这个sprit比较麻烦 就是说它切割完丢过来的话 会是一个正列哦 那可能这个部分稍微比较麻烦 再来就是知道说这个正列哦 它最后那个编号最大的那个编号是哪个数字 那我把它加1 就是它的总数了 那把它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就OK了 所以哦 特别注意我写完之后 那我就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我有跟那个同学讲说 你就写这样 执行 那你的工作 你就可以下班了 OK 你早上一个早上的事情 就只要按个按钮哦 你就没有事了 OK哦 所以其实说真的啊 真的很多时候啊 很多人的工作啊 是真的只要会VBA 他工作真的就轻松了 因为就做完了嘛 哦 那 但不会写就慢慢来 就是这样而已啦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一个公司要提高工作效率 第一个要值得被检讨的 就是整个公司里面 到底有没有哪些冷的 每天的工作 都是在做这些重复性的事情 如果是哦 就把那些人 这样很残忍 这样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就应该慢慢替换替换掉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 可以马上感觉到 这家公司的效率 绝对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的话 人事成本 也会马上降低 为什么因为那些人 其实可以不需要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第三个这家公司 业细应该是成长很多 而且这家公司 应该是会赚钱 有没有 因为整个支出的跟收入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这边 把它试着完成 其实程式就这样就写完了 那我也有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各位可以参考 就这样 其实清楚 那底下的话有讲 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 用都快回圈 本来是写成这样子 那后来我发现 写成这样子 可能很多人 这个应该是没办法接受 但是以后没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用Splitter 那只能用这种方式的话 你还是非得要把DoFile回圈去学会 他就是什么 一直找到没有为止 就是DoFile 就是要不定数回圈数量 OK 所以提供给各位参考 画面一下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刚刚主要学会两个很重要的函数 Splitter 这个Splitter其实未来会蛮常会用到 尤其是你在切割外部取得的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通常是 你要把它放到资料库的话 很多时候人家外部来的资料 你要先切割 再塞到你的栏位里面去 因为有的时候他给的资料 不见得是符合你要的规则 所以你可能还是先知道 他有哪些固定的分隔符号 然后再去做切割 他有点像是Excel里面的资料剖析 OK 资料剖析嘛 剖完之后的话 看你要放在哪里 但资料剖析有个缺点就是 你可能还是非得要在Excel里面才能完成 但如果你不要用资料剖析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Splitter去取代它 这点的话请各位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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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